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周深一晚连赶三场直播,轻唱抛梗 姜薇娅跳舞全程放飞自我 歌手当打之年突围赛如火如荼展开 和正在备战的突围歌手不同 早已成功晋级的在线歌手周深 华深带火主播穿梭在三个直播间 忙得不亦乐乎 周深在成名之前就经常在网络上面直播 前不久录制歌手当打之年 又因为在隔离期只能够居家直播 因此周深对于直播丝毫不陌生 一晚上连赶三场直播唱歌跑梗完全不在话下 昨晚周深与深夜徐老师跨界合作公益 直播为《湖北下单》 先是大秀首语又特意的为直播间 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护士小姐姐们 琴唱《达拉崩巴》和《大鱼》的片段 周深演唱《达拉崩巴》的时候 张口就来 完全不需要回忆歌词 这大概就是专业歌手的职业素养吧 周深为原额医疗队护士演唱歌曲这个举动十分暖心 这对身为医护人员的粉丝来说 是最好的支持与鼓励了 周深在疫情期间转发了很多与疫情相关的微博 还细心地嘱咐粉丝疫情期间要注意的问题 在捐助武汉的善款被挪用的时候 他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勇敢地站出来问责挪用方 周深将自己的公众影响力 一直用在正确的事情上面 他引导粉丝理智追星 各自好好生活 不得不说 周深虽然看起来欢拖 但是内心十分的气宁 周深不是第一次去薇亚的直播间了 所以这一次两人一见面就宛如老友 见面十分的熟念 薇亚和周深两个性格活泼的人凑在一起聊天 全程抛梗欢乐不断 周深更是现场教学薇亚 在上夜互捧之后 两个人上演套路和反套路 完全不像带货直播 有粉丝吐槽 好像两个神经病在直播呀 薇亚找出了周深叫粉丝起床的铃声之后 二人用山路十八弯 唱出了日常提示铃声 想用深深歌曲做提示音的粉丝们 可以安排起来咯 玩闹归玩闹 周深唱起歌来一秒正解 在短短不到半小时的直播时间里面 性感深深在线K歌一连演唱了五首歌 粉丝们简直是过年了 因为和薇亚直播太嗨了 东方祭道直播略有延迟 周深和薇亚直播的时候 氛围就好像是好友在聊天 十分放松 对于周深抛出的梗 薇亚云也能够应付自如 甚至是还会反套路周深 特别是薇亚用签名照斗周深时 像极了家里的姐姐斗弟弟 所以虽然只赶上了东方祭道直播略有延迟 但是等在屏幕前的粉丝们完全不介意 毕竟斗毛现场有谁不爱呢 虽然已经参加了两场直播 但是在东方祭道的直播间里面 周深依旧是活力满满的 与主持人互动抛梗与粉丝连线互怼 周深完全放飞自我了 不知道被周深怼到的粉丝们 是不是兴奋到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呢 歌手歌王之争即将打响 这一期每位歌手都会邀请帮唱嘉宾 有消息称周深的帮唱嘉宾是岳云鹏 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如果真的是岳云鹏的话 大家盲擦一下会表演什么歌曲呢 会不会融入到相声的元素呢 欢迎评论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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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